EzRC,SYSRI,CMZPREP,00种种 某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不少一键重装工具了 但这些工具要么需要在旧系统能进入的情况下使用 要么需要在PE环境下运行 使用场景多少还是有些限制 那么今天 一个仅依靠稳拖也就能运行的一键重装系统方案 它来了 至于将U盘插入电脑 从U盘启动就能开始重装系统 极其简单好用 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快来看看今天这期视频吧 实验室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U盘 大小16G以上 稳拖也 这些骚操作都需要靠它实现 一个温的是原版系统镜像 温7温10温11的都可以 温温指手自营大脚本文件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快去看看吧 转完之后接下来是第一步 制作稳拖U盘 已经有了的小伙伴可以跳过这一步啊 将U盘插入电脑 接着将下载下来的稳拖 稳拖1.0.95压缩包解压 得到一个稳拖1.0.95文件夹 打开它 找到稳拖2desk.exe运行 上方设备这里会自动识别到你的U盘 点击安装 确认两次 等到尽量跑完 稳拖U盘便制作成功了 查看此电脑 会发现你的U盘名称变成了稳拖 你可以把PE的ISO镜像 Windows Linux的安装镜像等 人均U盘 重启并从U盘启动 就能直接选择和使用向对应的镜像 第二步 设置WinToy 将下载下的5M直手印打文件压缩包解压 得到一个5M直手印打文件文件夹 接着将这个文件夹和Win10原版安装镜像 一起扔进WinToyU盘 这里我就以Win11来举例了 打开WinToy程序目录 找到WinToyPlug桑.exe运行 弹错框点击启动 回来到WinToy的设置页面 要实现一键装机 我们需要对WinToy做一些设置 点击左侧全局控制插件 接着往下拉 找到启动倒计时 把它设置成10秒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的设置时间 接着点击下边默认镜像的设置 弹错框框里 把Win10原版安装镜像的路径粘贴进去 确定 继续往下拉 找到二级系统拆单倒计时 给它设置个时间 这里我填了5秒 你也可以随意设置 接着点击左侧自动化安装插件 右侧新增 为某个镜像设置脚本 确定 上方文件路径填Win10原版安装镜像的路径 下方安装脚本路径 你可以在WinToyU盘 无论直手硬大文件夹内找到 这里我们安装的是Win11 就打开Win11点 查留4这个文件夹 在Pencil文件夹内找到Win直手脚本 右键 复制它的路径 回到WinToy设置页面粘贴 确定 接着把上面的Timeout勾上 这个是脚本执行倒计时 这里我填个3秒 AutoCL也勾上 这个是问你要执行哪个脚本 因为WinToy可以为一个镜像绑定多个硬大脚本 这里我们只有一个脚本 就让它默认第一个关闭流量器 回到WinToyPlug上程序停止服务 现在你就获得了一个 一键系统重装U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使用的 把U盘插入电脑并从U盘启动 会自动进入WinToy界面 但此时并不需要你做什么 等它倒计时结束 会自动进入二级菜单 继续等倒计时结束 会自动进入脚本选择页面 继续等 会来到Windows安装界面 首先需要你选择一下 要安装的系统版本 下一步 需要你选择下 安装到哪个坟区 再下一步 会提示你安装新系统 会将旧系统 被分到Windows.0的文件夹 确定 然后就是 等等等等 完成后会来到这个界面 点击下一步 系统就装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装的是微软原版镜像 不是第三方修改版镜像哦 那么到这里 利用我们Toyla一键重装系统 就讲的差不多了 通过这种方式制作的U盘 不管原系统还能不能进 都能进行系统安装 相当好用 并且它仍然具备 稳拖椅U盘的特性 可以用来引导Windows.Go 安装0那个系统 等 如果你不想在 Windows.Go 介面等那么久 还可以把每一步的 倒计时时间 设置的短一些 本来啊 这期视频是准备讲讲 我们的是 致敬大脚本怎么写的 但在我复盘的过程中发现 这些玩意儿设置起来 真的太烦人类了 而且还是全英文 参数有多得一批 所以我建议 还是用别人写好的吧 附件表里提供的 这几个脚本 基本已经可以覆盖 大部分人的使用需求了 那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